剛好selling那個 剛好selling那個是誰 一不就一樣 名X誰 比賽比到一半 竹神怒氣衝衝走到休息室 怒咖 怒咖 只見球員 海麗直氣壯不斷反駁 事發主音是因為 摇到了 三號麥花旗比賽途中 文化大學棒球隊選手陳偉豪勝場 企圖將手肘靠近球 以製造出身球上壘 不過主傘判定是壞球 陳偉豪向主傘抗議未果 竟然做出這個動作 假裝手滑讓棒子掉落在地上 以示抗議 連球瓶都看不下去 同學這樣不行 這樣有點調戲 陳偉豪最後人上壘 並靠隊友的安打跑回本壘得分 不過他在滑回本壘時 竟然飆罵出五字經 事後也遭網友批評 認為陳偉豪有種罵 每種承認裝無辜 網友迎面倒聲援主審 更有人說以為是說髒話比賽 全須球員他有進職棒 我須到爆 伸手騙觸生 眼睛那麼差 人品定優劣 吊棒故意挑釁 原是棒壇搶眼新秀 陳偉豪今年22歲 高中古堡家商畢業 曾獲第一屆黑豹棋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 打擊獎 2015年還是U18世界盃的游擊手 現任文化大學棒球隊 也是旅日球星王伯榮學弟 如今卻因為比賽途中 對主審大標髒話 遭到外界批評 沒有運動家精神 比賽全神轉播全都錄 社後文化大學做出傳儲 競賽三場 並個別施以輔導及品德教育 但網友痛批罰太輕 不當行為 網路上瘋傳也引發議論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修 誦 記者維修